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一化方式缴税 严廷真善用政府资源创立生土司品牌 强调用料实在 让人吃了有满满幸福感 今天的我是小主播单元 一起来看 中华民国少数族群权益促进协会 小主播的表现 在新北市议员刘哲章的媒合下 去年武秀兰教育基金会 赞助安康高中国中部篮球队训练经费 今年基金会再度给予支持 并且将经费提高到20万元 希望让安康篮球队的小将们 无后顾之忧 在场上全力以赴 同时面对即将开打的JHBL 期许他们能够再创佳击勇夺冠军 继去年赞助安康高中国中部篮球队 10万元训练经费 今年武秀兰教育基金会 再度给予全力支持 由校长谢顺荣代表接受 收下了这20万元的大支票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表示 非常开心在地企业和民间单位 愿意支持学校运动团队发展 而安康篮球队的表现 也没有令人失望 这几年来的表现是广目相看的 甚至可以列为台湾的篮球的奇迹 在短短的三年 就拿下了全国总冠军 所以非常荣幸 就是说他们看到有这么好的球队 他们当然要全力支持 武秀兰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刘生昌表示 虽然安康篮球队成立没有几年 但是比赛成绩优异 甚至拿下全国总冠军 勤勉球员们持续努力 在即将开赛的JHBL中勇多夹击 安康高中的篮球队 虽然成立没有几年 但是我们成绩非常好 我想各位同学要继续努力 我们要接受我们学长 今年在我们JHBL里面 继续得到好的成绩 而除了武秀兰教育基金会的经费赞助外 凯创实业三年60万的支持计划也迈入了第二年 校方特别致赠感谢壮 感谢在地企业的持续支持 可以发挥运动员的精神 胜不交败不奶 然后为学校争光 特别是篮球队 它是一个整个团队的训练 它的经费相对于个人的比赛 它经费需要更多 民间企业能够持续性的提供 学校这样一个支柱 对于团队的发展 它有很重要的贡献 在经费益助之下 球队训练可以无后顾之忧 而JHBL即将开打 在场来宾也都期许球员们 全力以赴 为笑争光 并且预祝安康篮球队 可以再次勇夺冠军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议员候选人陈乃鱼 接获民众陈琴 前往新店一处山坡社区 了解挡土墙和地面 均烈的情形 发现情况相当严重 他指出其实早在8月份的时候 就出现了裂缝 但是新北市政府却没有积极作为 甚至用治标不治本的灌浆方式处理 不禁要问市长侯友宜 这样是呵呵做事吗 日前地震加上连日豪雨 新店安坑地区一处山坡社区 挡土墙和地面都出现了裂缝 新北市议员候选人陈乃鱼 就接获了民众陈琴 前往实地关心了解 一到现场一看真的是让人忧心忡忡 他表示牧师路面的裂缝就至少有15公分宽 长达二三十公尺 另外挡土墙上的裂缝也持续的扩大中 光是用牧师的方式就已经有超过15公分宽 我的整只手整个拳头都可以伸进去 那深度就更不用讲 而且这条裂缝我粗估至少有二三十公尺长 这么长然后深度不知道 然后在山壁上在这个挡土墙的山壁上面 也可以看到直立式的垂直的非常大的裂缝 陈乃鱼指出现场看到的状况真的是令人相当担心 了解之下发现原来在八月份时就出现了裂缝 直到近日军裂的情况更加严重 但新北市公务局却只是用混凝土灌浆 痛批这样的做法根本是治标不治本 只是用这个混凝土灌浆的方式 先把鹿的表面先填起来 可是事实上这样是没有用的 因为下面的排水沟都已经整个断裂了 所以呢只要有大雨 只要有下雨的时候 那个水就会整个渗到土层里面 所以它的土层裂缝还是会持续扩大 土层还是会持续的滑落 陈乃鱼进一步指出 虽然新北市政府在两年前就架设了监测设备 但却都没有后续动作 让居民现在体型吊胆 就担心哪天家没了 陈乃鱼直问 难道这就是侯友宜市长说的 好好做事情吗 他表示新北市有许多老丙建建筑 在新建区尤其比例相当高 地方政府更应该要有积极的作为 我觉得对在地的居民非常的不公平 他只是他40年后 他只是一个一般平凡的居民 他买了这个房子 他在这边居住 他没有办法安居乐业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新建地区 有非常多像这样的老丙建的建筑 这样高地社区的建筑 他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 我觉得市政府应该要主动 要有更积极的角色 陈乃鱼痛批 市府毫无通盘规划 难道要等到悲剧发生才重视吗 再次呼吁新北市政府 要正视市民的安全 让市民能够安心过生活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111年地价税将从11月1号起开征 缴纳的期限到11月30号截止 为了鼓励民众使用行动支付 电子支付或者是线上查缴税 等一化方式缴税 新北市税捐激增处 推出了抽奖活动 奖项包括新光三月礼券 西提双人餐券 还有美联社500元礼券等等 相当丰富 111年地价税从11月1号起开征 缴纳期限到11月30号截止 新北市政府税捐计真处表示 为了方便民众缴纳税款 政府提供多元缴税管道 民众可持缴款书 到代收税款金融机构 便利商店 以现金缴纳 或是利用信用卡 自动贵员机 监骗金融卡 电子支付账户 或活期储蓄存款账户等方式 转账缴税 已经办理委托转账 带缴税款约定的民众 请在11月30号前 在转账账户内 预留足够存款缴纳地价税 以免银行扩款时 因存款不足而产生欠税 另外提醒民众 预期缴纳地价税 每超过两天 需按应纳税额 加征1%支纳金 超过30天仍然没有缴纳 除了加征15%支纳金外 还将被移送行政执行分属强制执行 而为了鼓励民众使用行动支付 电子支付账户转账 或是线上查缴税等 一化方式缴税 新北市税捐计赠处 特别推出抽奖活动 奖项丰富 包括新光3月百货2000元礼券 西提双人参卷 每年设500元礼券 请踊跃参加 详细资讯可上 新北市政府税捐计赠处网站查询 记者陈平正门奇 新北市采访报道 当日本大阪正流行 生吐司风潮的时候 一位原本在海外工作的设计者 因为疫情回到了台湾 而他本身就非常喜欢吃面包 做面包 因此在秀到了这个商机后 开始研发生产 短短两年的时间 在生吐司领域奠定了基础 强调用料实在 就跟他创立的品牌一样 创办人严廷真希望 每个人吃到面包时 都有满满的幸福感 而谈到了创业历程 他建议年轻朋友 找到有兴趣的品项 再结合当地县市政府提供的资源 为自己的人生开创不一样的路 创业过程 就是大部分会碰到的都是资金的问题会比较多 然后我们透过清廉局的协助 获得实质上的补助 像是店面的招牌的修缮 增加与美化店面的装修等等 是可以获得实际上的帮助 原本我在海外是做设计与研发的工作 然后因为疫情关系回到了台湾 然后台湾当时正流行日本来的那个生吐司 非常就是喜欢日本的文化的我 所以在偶然的机会下 学习到了生吐司的配方 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超厉害的 惊为天人 所以呢就是非常好吃 就决心要把它发扬光大 然后就走上了创立生吐司品牌的 那个创业的路程这样子 真实吐司品牌本身不只是要好吃 一开始制作包衔的生吐司 就是希望面包里面有满满的馅料 让吃得到就是可以吃得到满足与幸福的感觉 产品本身具有特色之外 它还必须兼具生活的美学 其实创业最难的就是 如何将对的事情继续坚持下去 因为我们可能会面临各种的挫折与挑战 而我们勇于突破 面对并解决当下的问题 会迎来更好的结果 高雄青年局 是六都里面第二个成立的青年局 称市长上任之后明确的指示说 地方政府跟中央这边应该有一些不同的角色分工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这边所扮演的角色 应该是协助我们年轻人创业从0到0.5 或是到0到1的这个阶段来协助他 我们也有透过青创基金提供了一些青年创业的开办补助 比如说像是我们的一个 如果实体店面 我们店面的租金 装修或是说身材器具 尤其是说这几年 我们科技的一些应用 希望像是青创贷款这边 就是透过这种小代价 然后帮我们青年实践的大梦想 那我们一起来为高雄 然后这些产业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些新人朋友 陪伴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 能一路的成长 那打造一个友善的一个青创环境 广告后要来看的是 我是小主播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兴电网络搭配WiFi6 不但提升传输速度及上传功能 更减少无线干扰 进阶提升WiFi覆盖范围 让您在家办公 线上学习更宽广自在 申办大兴电网络500Mai 免费升级WiFi6 及借用MeshWiFi 相信请卡2917 3939 喜欢记录生活 分享生活吗 Tenor3公用频道 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今天的我是小主播 一起来欣赏中华民国少数族群权益促进协会 额少领袖培训于小主播的表现 大家好 我是主播陈冠霖 新和国小国乐团日前举行音乐成果发表会 展现学童一年多来的学习成果 新北市教育局局长张敏文 也以特别嘉宾身份献身 并且与孩子们共同演奏成立的月光 让现场所有人维持经验 新和国小国乐团11月27号 举办年度音乐成果发表会 学童带来天空之城 菊花台等多首快智人口的曲目 展现一年多来的学习成果 校长方文一指出 成果发表会原定于6月举行 但因为疫情缘故而不断延期 终于在家长与校方人员努力下 正式登场 小朋友是既期待呢 而且呢又更加的勤奋来练习 我觉得对他们学音乐的孩子来讲 那有这样一个激励 还有一个目标 他们在过程当中呢 其实是不管是在那个 音乐的技巧上 还有在整个的那个 做事情的态度上 我觉得给他们帮助 而且加持相当大 新闻国小国乐团成立于民国91年 一度团员只剩下6人 近三年来 在校方与家长积极推广下 团员陆续增加到36人 目前有大提琴 二胡 琵琶 打击 中国敌等分布 学童总是牺牲假日 利用每周六勤奋练习 希望展现最棒的成果 我很喜欢打鼓 我希望以后可以成为鼓手 他有一些专注力的问题 然后他也不太坐得住 可是呢 他大概学国乐大概 学几鼓大概八九个月 那我觉得在专注力上面差很多 他可以很完整的打完一手 然后也不会就是分心 音乐成果发表会上 更来了一位特别嘉宾 新北市教育局局长张明文 带着二胡现身 引起不小骚动 这天他也和孩子 共同演奏了城里的月光 借此给学童加油打气 张明文决章表示 自己是在学生时代学二胡 一度梦想成为二胡演奏家 三十年后再度拿起二胡 与孩子们一起演出 让他重新找回当年热爱音乐的情怀 非常感谢我们新和国乐团 让我有圆梦的机会 因为毕竟三十年没有拉胡琴 对我来说音乐有不一样的意义 那是一个学生时代最美好的回忆 但是一直工作的关系 虽然离开了很久 但是有机会可以接近它 是我们心情 还有我们整个人生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去这样子跟我们一起演奏 我觉得很特别 所以我也要努力表现 新和国小国乐团 也特别感谢了教育局 及社会局创新方案的补助 让不同条件的孩子 都能有学习音乐的机会 肯定自己 记者声明站门期 新店采访报导 接着来看 不备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店让你WiFi6用好用满 申办大新店宽屏 一句宽屏上网只要999元 全家同时使用快文广 速洽2917 3939 最大串流平台Disney Plus 透过多功能数位机上盒 就可以观看 限时优惠中 欢迎电洽2917 3939 为了改善新店区 环河路地下道照明 提高行车安全 新北市养工处 8月15日至11月12日 每日夜间10点到隔天上午6点 进行照明改善更换工程 111年度公费流感疫苗 分阶段开放施打 第一阶段从10月1号起 第二阶段从11月1号起 请符合条件的民众 踊跃前往接种疫苗 新北市殡葬管理处 8月1日至10月31日 办理40份多元化 示范公墓数葬区改善工程 施工期间 新店区公所暂停受理民众数葬申请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统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使用线上信用卡、小码或QR Code 缴费 搬家时免跑台电柜台 用台湾电力APP就可结算电费下载缴费凭证 发生停电清新 可选择用电号、地址或地图一键停电报凶 看到台电设备异常 运用手机定位立即拍照上传通报 变更用电户名、变更电费账单地址 申请缴费证明、取消代缴账号等都可一直用电申请 也可以追踪案件办理进度 如果是用电户名本人 绑定电号还可以看到用电图表及历史账单等资讯 以安装智慧电表且通讯状况良好的用户 可透过视觉化图表随时掌握用电数据 还可依用电情形 预先估算当期电费 不用等电费单 就可调整用电行为 减省电费开销 用电户名本人绑定电号 还可申请电号共享 如家人或租赁双方 就可一起了解用电情形 还有 发票中奖、账单通知、交易结果通知等 重要讯息推播 台湾电力APP 给您便利的用电衣服务 赶快下载使用吧 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 但我们喜欢在大街小厢中奔驰 而且越夜越来电 我们不是明星 但头上的探照灯就是我们的美光灯 谁说不是明星就没有舞台 我们愿意愈热血 每天都很享受自己的舞台 你问我们是谁 工作不严重 没问题 我们是燃烧自己 点亮他人的 而不是 是日夜风波 无所畏惧的 AKA月夜月来电的台电人员 好啦 其实我们白天也一样来电忙碌 像突发的临时停电状况 就会有很多来电 目前南京临时停电事故以后控制 是便利他故障 台电购买要长得中 估计不久后就会复电了 好 了解 台电客服中心您好 编号A01B星高 很高兴为您服务 您好 很抱歉 目前我们已经找到停电的原因 维修人员正在极力享受中 会尽快为您恢复电力 请您再耐心等候一下 除了帮民众解决大大小小的来电问题 维修技能的持续练习 其日常基础的维修作业 也同样很来电 虽然已经看过很多次 这样的高空画面了 但每一次看到都还是很来电 这个是赶上训练 虽然现在有高空作业车 但基本功可不能马虎 平常还是要持续不断地练习 当高空作业车无法抵达的时候 爬赶作业还是很重要的 妈妈 妈 那是蜘蛛人吗 好酷哦 对啊 小字真聪明 蜘蛛人正在维护世界和平哦 哇 好厉害哦 我长大也要跟你一样 维护世界和平 虽然偶尔会不会误会 不过成为偶像的感觉 倒也不坏 为了让民众的生活 能一直持续带电涌进 变电箱的保养维护也不能马虎 维持配电状况正常运作 是我们的重要使命 其实要更换整个变电箱 也是在所不行 好毯量有电 后面有电 好入电 夜晚有更多重要的任务 在等着我们 工具像会议 说明要执行的维护任务 及每个人分配的工作 工作屏会 灵抬 好 章 possibilitaire 就像是要出發戰鬥一般 大家都蓄勢待發 準備全力以赴 進行夜間維護 除了天上爬的電感高空作業 地面走的便電箱維護 地底下的人口作業 同樣也難不倒我們 每項任務最重要的前提是 安全第一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是我們維護工作的好夥伴 電動騎手 也是我們團隊的議員 負責保護我們的安全 進入地下人口前 要先側氣送風 確保作業安全 避免意外發生 雖然時常需要飛天遁地 但我們熱情不便 夜晚 我們持續執行每一項任務 一路過關斬將 維護眼前亮光 夜越深越來電 享受我們賣力演出的舞台 夜店英雄 各位新北市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新北市還是持續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各地的天氣還是比較涼一點的 不過呢 還好的是這波東北季風帶來的水氣是比較少 所以各地大致上來說天氣都蠻穩定的多雲稻晴的好天氣 只有在北海南東北角呢有機會出現一些迎風面的短暫震雨 那麼還提醒大家雖然說天氣不錯 但是早晚是比較涼的喔 低溫呢都有機會來到20度上下 所以是提醒大家早晚外處要記得注意保暖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微星雲圖可以看到今天台灣上空的水氣明顯的又變得更少了一些 所以啊其實新北市呢很多地方都可以在今天見到陽光 只是呢在迎風的北海跟東北角地區 因為地形的關係雲量還是稍稍的比較多一些 有機會出現一些短暫震雨喔 那麼預計呢這樣子水氣比較少的狀況 至少可以持續到禮拜四 那麼接下來禮拜五之後一直到週末假期的天氣 就要看南邊的這個第二擾動的發展了 目前來看呢禮拜五之後水氣會增多 那麼啊週末假期呢甚至有機會有一些第二擾動逐漸的接近 但是現在呢變數還很大 也提醒大家要持續更新最新的天氣動態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呢主要降雨的區域喔 因為水氣比較少的關係 所以就只有在山區還有北海岸東北角 一些零星的降雨訊號而已 其他地方都是好天氣 明天大致上也是維持這樣子的天氣形態喔 要等到呢這個禮拜五之後呢水氣增多之後 各地的降雨才會變得比較明顯 所以從降雨的這個預測我們就可以看到咯 今天一直到禮拜四呢 在我們新北市喔特別是在比較靠近市區 市區以及西區的部分喔 天氣都是蠻好的都有機會可以見到陽光 只有在北海岸東北角短針陣雨而已 禮拜五之後呢水氣增多我們新北市旋區 又會再度出現明顯的雨勢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好好保握禮拜四之前 雖然是比較秋高氣爽水氣比較少的好天氣 但是最近又再度的升級上限囉 叫做新北災訊1點通 裡面呢有非常多防災相關的一些資訊在裡面 像是呢即時災訊的推播以及數位的避難指南 全民防災的社群 以及呢要提醒大家可以多多來利用的就是啊 E-MAP 防災資訊 都是相當的實用的 災害來臨之前呢就可以多多的瀏覽 在災害來臨的時候就可以不必慌張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報 我們下次見 在我們撿的垃圾也不是點的垃圾 每一個都是我們自己的垃圾 喜愛自然的陳元平 小時候因為看了電影侏羅紀公園 就幻想以後要當古生物學家 但大學畢業後的水產試驗所研究工作 我一直呢 在我們家中 became 不自然的 我們是在地位上 我們是在地位上